爸呀 爸 能看着我吗 我现在就在组团上春晚的后台呢 你看你大姑娘我啊 依旧穿着这身保安服 帅不帅 哎呀 对 爸 这次吧 我是代表保安过来参加的这个节目 同时吧 这里边还有很多行业的佼佼者 对了 你让我二股五把鞭炮准备好 只要我们的节目一出现在电视上 你就把那小鞭炮的都给我放进来 阿爸 是时候表演 真正的技术 先帮我们设计节目 阿爸 大家好 我们是东北拉贝 伸手 没马上 这咋给我爸说一点 那个 爸呀 这个是那个隔壁组选手的节目 回家我再跟你说啊 干啥呢 啊 干啥呢 给我站起来 你倒是站起来呀 不是你们谁有时候搭把手给我拉起来呗 哎呀 害怕 我们仨一个饿一天栽冷的啊 大家一说一哼一说一哼一天 还多长时间了 一个礼拜了吧 那怎么一到这就追一到这就卡呢 我觉得我们俩没有问题啊 那有问题的是 啥意思啊 来我底盘子大给你俩甩飞了 你俩咋不说自己重心不稳 给自己整丢了呢 哎 你怎么推卸责任呢 本来就是你 哎呀 行了 能不能别吵吵了 我刚跟我爸吹完牛 我还在那巴巴的刚才敬请期待呢 我没想到你们几个是真把这节目 给我往死了里整啊 要不也别叫东美拉妹了 行不行啊 我现在丑你们仨啊 这一堆一块的我都想哭着 哭啥呀 别着急 在婴儿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 乖 睡吧 你起来 睡什么我睡 我心脏那么大呢 回去给我站好了 我怎么能选你当这个副队长呢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这个团队现在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自己都好好想想问题出现在哪 很明显的 你的眼光有问题 我有问题 你说 咱们好不容易组个女团 那形象身材啥的 是不是得像我这样卡卡的 结果现在这队形呢 那个月嫂我就忍了 那个大地缸是格纳逃当来的 别跟我面前吹一吹 哎哎哎哎 找找站啊 你找找站啊 行了 能不能别吵吵了我求求你们行不行 能不能提点建设性的问题 作为队长我先说啊 首先排练不认真 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还觉得队长有问题 哎 我有问题 哎哎哎哎哎 过来 行行行 看着没秀飞 两个白眼狼 嗯 我有问题 没关系 啊 我这个人呢 平时一直提倡民主 现在呢 既然有两个人 对我的身份有疑议 那你们可以重新竞选队长 现在 同意重新竞选队长的 站那头 你过来 哎 小白 小白 啊 你都副队长了 你过去干好啊 行行行 我行 我行我再搏一下 你走吧 你走了 你就再也别回来 行 都想当队长 是不是 来 你们仨告诉告诉我 你们有什么资格 当这个队长 我先来 我认为这个队长 应该由我们的 服务员来当 因为我们的态度 最甜美 每一次 当尊贵的来宾 到我们这儿用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我的真心 换你的笑容 每次当尊贵的来宾 结束用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百灵鸟般的嗓音 跟他们说上一句 欢迎下次光临 回家 行啊 这个队长啊 还得是我们厨师来当 为什么 你看呢 我们每天在后厨 跟那些锅碗瓢盆在一起 那就是美妙的厨房交响乐呀 厨房交响乐 东斯大斯 东斯大斯 起锅倒点油 碗里要把牛肉流 马上就要过大年 菜里别忘放点盐 第二天我起来了 我起锅倒点油 碗里要把牛肉流 碗上就要不大年 我们都换一句 走菜 好嘞 回来 你俩 是不是一个单位出来的 后来我掉走了 闭嘴 我认为 这个队长 必须是我们月嫂当 平常呀 他来这节目不行 太闹 太躁 说得对 一个好的节目 那必须观众看完了 他想睡觉 这孩子一旦睡好了 那大个长得身体老健康 就非有发 你有些时候好像有点猫呼气 真的 那观众都睡着了 咱们演这玩意给谁看呢 也是啊 我的意思吧 咱这节目得提高点档次 我给你们来一个 笛子独奏 你还会吹笛子 走起 笑飞 假初音音是不是 不是 你这叫欺骗观众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哄孩子时候吧 我把那音乐网站一放 我就一笔 以后那孩子睡着了 身体长得可好了 你赶紧回家带孩子去吧 观众最喜欢啥 啥呀 热闹 热闹 对 哼 你看这是啥 你赶紧回家带孩子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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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我赶紧回家带孩子去吧 我赶紧回家带孩子去吧 你赶紧回家带孩子去吧 我赶紧回家带孩子去吧 那你赶紧回家带孩子去吧 sch 好 那我就还以袁队长的身份 有个提议 你们听不听 我觉得 咱们今天既然站到了这个舞台 我们就应该给观众呈现出 一台热热闹闹的节目 对不对 现在听我指挥 他总是 是就像被我害怕 从不肯 让我送他回家 你说你 也曾经 还生活 曾经也同样 无法治罢 你说你 却不会 叫做潇洒 却当我 变得让我记得